到庙里拜拜纸脚杯 仔细看会发现 用的脚杯大多是木头做的 但其实传统脚杯是选用竹头来做颜料 家庭六角有位师傅黄艺勋 三十年前看到中国木制脚杯品质粗糙 于是下定决心自学钻研制作竹脚 还经常到台南山上挖老竹头 每个老竹头至少得经过两到三年的日晒 繁复工序才能制成纹路对称 坚韧耐用 质地也响亮的脚杯 一起来看这项重现古法的主角工艺 用自己制作的主角杯向神明祈愿 把杯寻求指示 这已经是黄艺勋异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杯它的功应就是它杯得神合一 我们在清洗生命 不管什么生命 就是我们在清洗一定代替国家流团 就是都是鸡头杯 用鸡头杯的含义 它的声音很漂亮 自古以来 瓦杯成为了信众跟神明的沟通方式 脚杯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其实依旋古法 传统脚杯是用竹头制成 除了竹头盘根错节 有白子千孙的寓意 也有井氏意涵 为什么杯一定要用竹头来做 竹一个舌音 竹顶流竹 不然就做拐竹 这老竹宫就我们在给我们扭团好了 我们的竹顶流一个竹 给行孙 这就是我们老竹宫的竹肥 投身竹脚工艺三十年 嘉义六角箱脚杯师傅黄一勋 是至今台湾极少数 仍然遵循古法制作竹头脚的职人 你如果穿这个蜜蜜 这个蜜蜜就是我们的竹顶头 这样 气这样 没赤 这样才有赤 这个杯队中破裂 才有鸡蛋 一副好的竹脚杯 要拥有对称漂亮的纹路 内侧也能呈现弯月形的纤维纹路 必须得用同一个竹头制成 为了找寻合适的竹头 王玉兴得经常到台南的山上自己挖 我要找的那种身材比较完整的 那杯做起来会漂亮 还有鸡蛋 你跑不掉了 这块就漂亮了 这块如果有熟 这块会不会有一万 有漂亮哦 要找到这 没太多 依循古法制作竹脚 王玉兴要找到够老够成熟的竹头 得凭借他三十年来累积的经验 我们可以做杯的竹头 在台湾地来说都比较适合 较适合在南部 较在南部 这要考虑很多年的经验 不是说一般来说 自己来去山顶 挖一堆要来做就做 我们要出一个竹头杯 第一就是竹头一定要有够老 和太太陈玉涵一起在山里 遍寻了老竹头 有时也会无功而返 竹头不是够老就好 还得找到合适的竹子种类 才能做出坚韧耐用 又质地响亮的竹脚 我们要做一副新杯 就是一定要用这个刺顶 所有刺顶 这个刺顶就是这要有刺 这刺顶都拔好 黑帝头你就是要破到 一种说穿着头骨 你不能把骨折到 不能把骨折到 这样那条骨的骨折就没有了 就要让它是 要穿那条骨完整 做天然的 新虎挖了一个上午 好不容易找到几个 可以做脚杯的老竹头 得赶紧再回家处理 回家了 好累 刚挖回来的竹头 得先晾晒两三个月 脱去水分之后再修剪根部 剪这个技巧很简单 就是你一支手要练 用肥碰泡 再一支一支咬下去 不可以剪 修剪根部看似容易 即使相当费力 常常剪到手指起水泡 一天最多只能剪五颗 精准打捏 剥开竹头 两边大小对称平均 这是黄玉勋长久以来 练就的真功夫 你要剥开之前 你要刷那个中心点 你要刷这个中心点 你要刷到大小屏 就没效果了 过去黄毅勋从事寺庙建筑 和雕刻庄环工作 有深厚的木工基础 在一次旅游当中 让他有感而疤 兴起了做主角碑的念头 我看的庙的背都做肉 我们台湾 我一个了解起来 我们台湾的背都依赖大流进口 大流的背都把我们台湾 做到我们台湾 都做得很疤 做得坑坑洞洞 我认识这笛头我们台湾的笛得很多 我们怎么不来 自己用自己本山法 本土法的笛头 于是黄毅勋下定决心 要自学钻研制作主角碑 他拿了锄头 刮了两颗竹头回家钻研 摸索了两年 却在第三年 面临技术上的瓶颈 我笛头现在都 没得到草树 没得到 会打不打或是怎样 最后店头人就会拿 对 我就会再开始 再第二项第二项 第二项 把整个笛头来注意 就是打 要打多久 历经无数次失败 黄毅勋才得知 制作一副好的主角碑 至少得经过两年日晒 大科的老竹头 甚至要晒到三年 我就是要把它呈现 因为这个笛头上 体败很富人 我们把它做成 这笛头有信命 这不是我北做 有水 杯就是这样 切杯 还不太聰明 还不太灭 对待每个主角 像是有生命的个体 一遍又一遍 仔细地抛光打磨 在一一刷掉主角上的脏污 所制成的角碑才能有对一层的纹路 尤其是刺足头制成的主角碑 更是坚硬耐用 划锅的时候有好的弹跳 有嫩女笋声音都响亮 刺得它是它的签味较软性 划锅腹 如果拿几十年的划锅 老划锅 有色 越划锅漂亮 越划锅骨楼 就是那划锅你如果拿不划锅 不划锅就是不够年龄太近 划锅的变味不然就变变 一直在神角制作的领域当中 耕耘了三十年 回想当初辛苦做出来的角碑 因为批发价格被压得太低 让他日子很难过下去 以后不然以后开始在改变之前 我都做出来都做给服务店 在大门 一户门去到那里 现在没三千块 那我门没两百块 很完美 做一年出一回 最多没超过五万 那五万要吃一年 此路不通 他也到庙会摆摊面脚杯 却被客人大拨冷水 让他心灰意冷 他还没出正式的时候 第一次再出到庙会摆摊面脚杯 人家说我不胜杯 不胜杯要怎样 我再回来过去 再去玩家的客风花 河川地 放火烧 种种销售上的挫折 让黄奕勋相当沮丧 两度放弃了神角制作 我在做杯的过程中 第五档和第十档 我都没有给他放弃了 怎样说 我没有本 靠我太太去台阶做工 做康复 一档就没一档 对吗 下来我就能去南科 他们做工程 我就能去那里做工程 去那里做差不多 做一年 让他有粒结一段工程 我再继续开放我的杯 就一路子 做到今天也 重新振作起精神 加上了太太陈玉涵 一直以来的支持 让黄奕勋能够没有后顾之忧的创作 手巧的他还开发出 可爱迷你的脚杯手机吊饰 贴补家用 竹头要找这么小的杯 很少 这只长不大的竹子才会的 所以我要找这个做钓饰可能很难 所以我就改做木材 这是龙火 我这个是 雅气 雅气做 所以说我都用好的茶去做 即使主角杯的创作路 一路走来坎坷 陈玉涵仍然鼓励黄奕勋 继续做下去 他因为他一直跟我讲说 他要把这个东西发扬关大 做成可以收藏品 因为每一个每一个的形状不同 他的灵性也不同 跟我们人一样 所以一样的父母亲 生下来的个性都不一样 竹头也是一样 走过了事业的低潮 黄玉勋的竹头脚杯 知名度逐渐打开 创作力越来越丰沛 这项就是我最近今年都开发了 我们已经失团 失团百回百当的门门 这叫做梦国 我们是这个竹头 已经乌乌乌 这都三四十当的老竹头 这声音讲的 很轻的 很没听 还有这幅宽度达四十公分 耗时五年制作 全台湾最大的赤竹神角 黄玉勋捐赠给北港朝天宫 由庙方收藏 三十年来 黄玉勋一直在 主角工艺的领域 努力创作 把主角提升到 可以收藏的艺术品层次 在主角工艺 逐渐的消失之际 也未延续传统文化 尽一份心力 看到这里 小碧一定很喜欢 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春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